Totter會死掉的 它不會死掉的 因為這裡有想法 因為有時間 它有很多錢再投資下去 令到那間廠南韓 日本 台灣 都是這樣的情況 見不到為什麼大陸會是例外 它的出口會死掉的 除非你有另一個新興的製造工業的國家 可以解決到中國的生產力 但現在可見的未來 我們還未見到這一點 有時間都不會 印度的內部問題非常嚴重 它Infrastructure 非常嚴重 就是說那些官僚 非常嚴重 它Trade 的東西 多數是Intangible 不是Tangible 因為Tangible 你就要Infrastructure 能夠支撐得到 你知道嗎 拜託威可以提一提 印度的股市 昨天這幾天是跌得很嚴重 因為它是弄了一些送資出來的 就好像泰國波索一樣 可能它升得太厲害了 因為去年 印度的股市 不允許外資做dera rating 當時不斷了 但是回到剛才的問題 我們憑什麼可以覺得中國的內需市場 會出現一個問題 因為我自己回想 如果中國的出口市場有問題 其實中國的內需是可以帶回中國整個經濟 這個我不是說它一定有問題 內需在台灣和日本 結果出現了問題 因為信貸收縮的時候 但是export 始終是保持著這麼多服務 台灣和日本 那個錢很簡單 就知道美金便宜了 美金便宜了 所以中國的經濟以你現在的看法就是 都有一個相對比較安全或者穩健的狀況 是 它現在所害怕的就是這個通脹 但是通脹manufacturing goods那部分的增長不是很厲害的 我知道國內的需求是怎樣的 即是廣州的美容院的生意 已經追到香港 即是服務性行業 是 起得很厲害 是 還有它那個油資的情況 即是資金多的情況是很厲害的 譬如那些樓 他們今天咬 你擺出去很多人都會追蹤它買 和現金買貨 還有它借貸的情況不是太高 即是它已經凝聚到capital到這個程度 它其實可以self generating的了 你知不知 即是自己不停在自己生長了 即是它已經達到一個critical mass 是的 到了那個點 是可以自動生長的點 但是講到這個經濟問題 我回想研究一個政治的角度 這幾天有財政雜誌 統計中國的超級富豪的數目 其實他們會估計在五年之內 中國的超級富豪的數目是會超過香港 這個我們不講得不驚訝 但這個超級富豪的數目 或者這個統計數字 其實對政治方面有沒有一個影響呢 就是說有這麼多超級富豪在那裡 他們與共產黨的關係不同 這個政府的關係會是怎樣的 就是現在一個問題 就是江澤民的三個代表論 其實就是等於當日黑魯妖夫提出的全民黨 什麼叫代表先進生產力 什麼叫全民利益和先進文化 其實就是代表全民 全民就包括了資產階級代表 資本家 資本家 如果共產黨容許資本家入黨 或者資本家 那個為什麼會做為共產黨呢 這就是問題 我們現在停一停 暫停一下 就是我們 我們先確認是否究竟停電 我們休息一會 如果是停電的話 我們不會再出聲 都很奇怪 剛才你又不記得關咪 我們停一會回來 你不要這樣 你要不要這樣 自己在這邊 那還沒聊 要對